哈喽大家好,我是曼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师观战,观战一把好哥哥约瑟夫 祭司先知调酒佣兵 调酒师现在倒是还蛮常见的 这个调酒师的话,镜像里面一刀就可以了,看能不能找到吧 上来第一个镜像是佣兵,天赋上面,技能上面带的是一个闪 有底牌,应该是一个那种就是底牌,然后加风窗或者踩板的那种天赋 找第二个人,找第二个人,没找到 诶,这里,能找到吗?能找到吗? 看,看,看见了,打两刀 打两刀,下一个点的话就有点远了,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得到 来不太急,不太来得及吧 好哥哥,这个不好说,他这个刷点背的也是太清晰了 就当我没讲,好吧 每次觉得他优势的时候呢,都会,对吧,慢慢的被打回来 每次觉得不一定抓得到的时候呢,他都能够给你抓到 现在是一波,五刀的开局啊,五刀的开局 先知这里的鸟是有,闪现也有,看一下怎么打 找人的话,这边转牌如果能找到,是一个绝对的优势 找不到呢,这边,诶,这边转牌,你出去,我转牌 诶,到你脸上,好,这里看闪现 平地把鸟骗出来闪现一刀,约瑟夫依然是一个优势局 因为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差不多刚好是,诶,骗鸟,没成功 骗鸟翻窗,没成功 再闪,诶,你刚才不交,现在估计也不会交 挂过去,既这边的调酒师的电机可能还会被干扰一手 直接拍照了应该是,通缉到了佣兵,这佣兵还不太好救 佣兵应该是会被摸好 不摸吗,不摸救不了人的,换人就,佣兵管自己修机 其实这里,换人来就,这边祭司也是一个博民,也行 但是换人来就,我觉得,嗯,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啊,对于穷者来讲 这佣兵的血线待会该摸还得摸的,先这鸟顶上 祭司应该会把先知的镜像给捞下来 但这先知被加在这个点的话走不了,这点走不了 然后镜像结束前将先知击倒挂上 约瑟夫是一个迎面,都不是一个保平真胜面了 这个时间点的话,而且这边这两个人的位置刚才通缉是看得到的 所以说他这边往这个方向挂过去,可以再来打一波镜像啊 管,还能管一台遗产,这边打一刀佣兵 祭司反正本身就吃了一刀,摸也摸不了 不用去再划第二刀了,这边挂上以后 佣兵这个血线,调酒师给他喝一瓶酒 还能来救一波,还能来救一波 看一下,直接喝酒 但被通缉到了,又是通缉 这个通缉,这佣兵每次说怎么又是我 得登9,得登9 转牌回升 拦住,调酒师没有博命的呀 救下来也没有太大的一个用处 这个先知盖导还得倒,这边佣兵 好,吃一波双导 先知救下来,拖吧 拖归拖,电击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就是但凡那波 镜像里面先知没有能够牵制起来 或者遛不动的话 这个局就是一个约瑟夫的一个迎面了 因为前期节奏太好了 前期穷者这边全部被打残 然后呢,第一个镜像又干扰了不少的电击 再加上,这边是一个比较及时的击倒先知 这一系列的一个节奏堆积起来 就是这波挂完以后 基本上,减上佣兵,把佣兵挂上 就是已经板上钉钉的一个保三针四局了 祭司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修血了 哦,有办法,祭司的话确实有办法 这边要调酒师先把祭司给摸了 然后再给他送一瓶酒 是可以把祭司补到满血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闪现好了 闪现好了 这里追一刀 然后闪现一刀拿掉这边的调酒 照一拍 诶,骗闪 打一刀,救下来 这里的话要追调酒 因为这边的佣兵在镜像里面是椅子上的 我这边先把调酒可以挂上 然后镜像里面防守 佣兵你敢不敢来捞自己 佣兵这边是选择点电击 那追着佣兵就可以了 就已经是确定一个4了 只要他想抓4个的话 转牌,回来 守着,等镜像结束 看到外面的电击 诶,不动了 这边切一手 到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耳鸣 没有耳鸣,再转回来 这里佣兵一刀没啊 镜像马上要结束 这里得祭司一起过来 对,只能两个人一起过来 佣兵应该是要准备进镜像去偷了 一个就里面 一个就外面 打一刀 好的,漂亮 那外面的话 能不能捞下来 好像能捞下来 但是这个调酒师 调酒师师一个挂飞的节奏 4抓 没有任何疑问 这把还是没有奶到好哥哥 因为这个局确实 他开局的节奏太好 然后这种局 你就要给一个这么老的约瑟夫 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 打的穷子这边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没办法 局势太差 好哥哥这边就打的真的是扎扎实实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